紫外线观测 全台各地一半以上过量 北部地区更达到危险等级 在户外长时间没带墨镜保护 眼睛容易受伤 干涉 然后有时候会疼痛 护墨镜照起来吗 可是一般人不大 有可能会去戴吧 紫外线会影响眼睛血管发炎 长期红肿会造成眼白组织硬化 变成坠肉 医学上叫做异状坠片 异状坠片 就是会产生一个退化的小白点 经常暴露在太阳光底下 就是我们讲的紫外线太多的情况下 你这暴露它里面的退化情形 会越来越厉害 然后就会慢慢的 有一些不正常的血管 海上工作者 渔民或是农民的比例 比我们在室内工作人 得到的机会更多一点 这种长在眼睛内的坠肉 跟紫外线照射时间正相关 如果再加上PM2.5空气污染 眼睛负担更大 异状坠片看起来像小翅膀一样 长在眼球周边会影响视力 就算手术刮除也有三成复发几率 避免眼睛长坠肉 紫外线强食 最好戴包覆式墨镜 保护自己 大爱新闻的亚平 郭继宗台中报道